好 接下來我們要綁定的就是頭毛 頭毛的部分 我們這裡模式我先還是把它調回來 這裡是原來的 好 我們這裡就複製骨頭 就是第一來做頭毛 毛的話我就把它放到Furr的這個layer裡面 這樣我們其他骨頭圖層就可以關起來 我們就可以專心的做我們的毛 好 Furr 好 這裡的話 這裡我已經把它轉換成 把Smooth關掉了 因為其實你們看 其實模型的邊線會有點調整 而且這樣我們的Armature是在細分之前就綁定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狀態下去綁定我們放置我們的骨頭 這樣我們成長的動畫後他才去做Smooth 好 所以我們要在沒有Smooth的狀況再來調整 像我們的點啊 骨頭一開始越綁越細的時候 骨頭的頭位 最好是 不是最好就是放在 模型的邊線上 這樣的話這個邊線才有辦法百分之百全重 不然你放在中間的時候 全重反而會讓電腦不知道如何計算 反而就會造成一些困擾 好 取個D 取個D 好我們這裡的Parent先解掉 放著P 取個Parent C 我們這裡就對齊到我們要的中心點 我們這裡可以命名 B 和C 好 再來我們要做一樣是做Stretch Bone Stretch Bone的話所以我們一樣頭尾都要有控制器 然後這這一次因為我綁的方式做的方式 我要用Bendy Bone來做比較不一樣的伸縮骨架 不過算本質居然上是很像 只是多了一些調整的方式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上面 因為下面 我們都 1 1 2 我們把我們要的骨頭長出來 好 現在這裡 有一個很 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我們選到骨頭 選到最後一個一樣 Active Select Ctrl A 他可以對齊我們最後選取到那根骨頭 所以像我這根骨頭 這根骨頭想要對齊這根骨頭的話 Ctrl A 他也可以對齊過去 走向 像我們這樣就可以 很快把我們骨頭的走向對 對到我們要的 好 這裡按到全螢幕了 好 全螢幕的話 按Ctrl 空白鍵吧 回覆回來 好 像我們這樣 骨頭 都做好了 我們要重新命名我們的骨頭 這裡 我們要一個改比較麻煩啦 其實我們這裡 告訴大家一個 Batch Rename Ctrl F2 這裡可以自換我們的名字 這裡有 預設是Object 我們把它切換到 Bone 像這裡看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自換名稱 像我們這裡點002 我想把點002的這個後綴把它改掉 點02我們要改成這裡叫Start 不對我們這裡現在是點002是下面 我們要選到骨頭 他才會作用 所以我們要點001 OK 好 按OK 這樣他就會自換名稱 這樣我們也把我們最後的骨頭也選起來 Ctrl F2 點002 我們名稱要自換成Start 好 OK 這樣我們的命名 就命名完成 我們StretchBone的準備 就到這邊 好 再來我們要講 進入到BendyBone 在進入BendyBone之前 我們先把群眾綁上去好了 這樣比較看得出BendyBone的效果 我們回到Object Mode 我們一樣 現在我們的小雞 因為之前已經綁過了Armature 所以我們的Vertex Group 現在只有Stretch這個骨頭 我們現在新增三個群組給他 叫Fur FurA FurB FurC 好 來 來我們就用進到AdMode 進到AdMode來指定我們的群眾 然後 像A 把群眾點模式選 叫A assign assign assign給A assign給B assign給C 然後往外的這裡全中 你就用0.5 assig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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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這些點 就覺得 不必要 我不要往外擴 這裡我就 把100%的 給回stretch 看 Weapon A Weapon A D C 好我們這裡把 選中C 分到0 Remove掉 C Remove掉 Remove掉 讓我們看一下 Weapon A B C 好我們就用這樣還是用這樣比較簡單的 選中 好我們現在就Post Mode 回到Post Mode來看我們的 選中調後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這裡 骨頭是 其實這樣移動嘛 還沒有做Parent 關係 好 這裡Post Mode Edit Mode 我們在Edit Mode的時候一樣 把Parent 關係 缺掉 Alt B Click Parent 好這裡 一樣 只要做StretchBone 我們一樣都 因為我們要後面控制嘛 他的伸縮要控制 所以 在Post Mode的地方 我們一樣 Contrand StretchTool 只要用指定 指定給 你的根部 好這兩個 毛 我就不做 我們等一下拿來做比較用 好 像我們這樣 G 就可以 做Stretch的 控制 好這裡 毛沒有跟著動 這裡 追根 骨頭 G 沒有移動 我們回到Add Mode 讓我們Parent的關係還是要給他 H隱藏起來再選到 Ctrl P 好這裡 Alt H 打開 Post Mode G 沒有指定到Add Mode H H Ctrl P 再先 我們回覆一下 Alt H 他代表他原本有 Parent Alt P 先Clear Parent 好 再 拍起來 Ctrl P Z Post Mode Edit Mode Post Mode G 這裡有點怪怪的 剛好 Post Mode Post mode